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问题的需求 如何选用循环嵌套分支 或者是循环嵌套循环的结构 来设计算法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将结合一些算法的实例 来进一步讨论 循环结构的综合运用问题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将通过三个例子 来讨论 如何利用循环结构 解决实际问题 这三个例子分别是 第一个 小猴吃桃子 第二个 擂台求最值 第三个 符号拼图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小猴吃桃子 有一天 小猴子们摘下了许多桃子 他们当机吃掉了一半 还觉得不过瘾 又多吃了一个 第二天 接着吃了剩下的桃子的一半 仍然不过瘾 又多吃了一个 以后每天都是吃上层桃子的一半 多一个 到第十天早上 再去吃桃子的时候 看到只剩下一个桃子了 问小猴子们第一天 共摘下了多少个桃子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小猴子们每天多吃上层桃子的一半 多一个 是重复的行为 可以用循环结构来实现 假设变量i表示天数 桃子数量用变量桃子来表示 因为我们知道 最后第十天的时候 只剩下了一个桃子 那么就从第十天 开始往回推算 第十天 一个 第九天的桃子数 是第十天的 一个 加多吃的一个 然后乘以2 所以等于四个桃子 刚才我们倒推了一下 现在我们顺过来想一想 第九天的桃子数是四个 吃掉一半 再多吃一个 是不是就是第十天的桃子数 一个了呢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第八天的桃子数 它是第九天的桃子数 4加1 再乘以2 等于十个桃子 那么到了第二天 我们就可以用 桃子 加1 乘以2 来计算桃子的数量 循环是从第九天开始执行 一直到第一天为止 所以循环的条件为 i大于等于1 我们来画流程图 用i等于9 i大于等于1 i等于i减1 控制循环体 则行9次 在循环体内 反复计算桃子的数量 循环结束以后 输出桃子数 接下来我们来编写程序 因为这个循环很明显 是用次数来控制循环的执行的过程 所以根据我们上节课的学习 我们可以用佛语句来实现 我们把程序调试运行以后 知道了第一天 小盒子们一共摘了1534个桃子 桃子可真多啊 老师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楚地知道 每一天的桃子数量 把输出桃子这句语句移到了循环体内 并加上了输出第几天 这样同学们就可以看到桃子数每天的动态变化了 小猴子吃桃子的问题 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很难 通过我们用循环结构设计好算法 然后请计算机帮助我们计算 问题是不是很快就迎刃而解了 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类台求最值 之前大家在学习分支结构的时候 梅老师曾经举过一个求三个数中的最大数问题 我们来看流程图 如果只有两个数 那么我们用一个双分支结构 就能够判断出哪个数是较大的 如果是三个数的话 要求其中的最大值 我们就会用到分支结构的嵌套来实现 假如我们要设计一个求十个不同数的最大值 应该怎么做呢 显然 如果用分支结构的嵌套来解决 那分支结构的嵌套的乘数就会很多 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生活当中的打类台 这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让计算机 也用打类台的方法 帮我们找出十个不同数当中的最大数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动画 小הו 老婆 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际上,当输的个数比较多的情况下 用打擂台这种方法来找最大数 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哦 我们假设第一个数为最大值,也就是内组 然后将余下的数依次和内组进行比较 如果比内组大,则更换内组 这一重复的工作可以用循环结构 而每一次的判断操作,又要用分支结构 所以,求最大值的问题,需要用循环嵌套分支结构来实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流程图 我们设变量max为内组 当输入第一个数以后,我们就假定它是最大值 所以max等于x 一共10个数 第一个数已经设为max了 所以只要将后面的9个数和当前的最大值进行比较 也就是只要打9次擂台 就能够得到10个数当中的最大值 每次循环就是完成一次比较 因此,循环次数为9 在每次的比较过程当中 如果当前的数x比max大 那么立即更换max的值 也就是max等于x 如果当前的数x比max小 那么内组不变 在这个打内台的算法当中 有几个关键的步骤需要注意 一是要确定好内组 也就是max 二是要设定好循环的次数 10个数循环要比较9次 如果是n个数 那就是n减一次 三是在比较的过程当中 如果条件成立 马上更换内组的值 也就是对max重新复值 max等于x 下面我们来编写程序 同样因为这个循环 循环也是用次数来控制循环的执行过程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for语句 我们将这个程序运行以后 只要一次输入10个不同的数 就可以得出这10个数当中的最大值了 好我们了解了求最大值的算法以后 那这个算法能不能应用到求最小值上呢 下面请同学们来练一练 求10个不同数中的最大和最小值 请同学们将流程图填写完整 按照求最大值的方法 按照求最大值的方法 我们设定第一个数为最大值 max等于x 同时我们也将这个数设定为最小数 循环9次 循环体当中 分别用两个分支结构 来判断x是否为最大或者是最小数 如果各自的条件成立 马上更换相应的类组的值 最后 循环结束 输出最大值max 最小值 min 刚才我们讨论了 求10个不同数中的最大值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需要求几个数中的最大数 也就是问题改为 求输入的落干个不同数当中的最大值 那我们的程序 那我们的程序将做怎样的修改呢 这个问题 留给同学们课后思考哦 下面我们来讨讨论 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三个问题 符号拼图形 现在大家看到的各种图形 虽然每个图形的形状各异 但它们都是有共同的一个特征 那就是都是按照某种规律来反复循环 三个图形 三个图形所用的信号个数也有所不同 但它们都是用一个一个信号按照某种规律拼出来的 下面我们先讨论一下七行五列的长方形 仔细观察图形 我们发现一个信号重复输出了多次 图形一共有七行 每一行都需要输出五个信号 可以用双重循环来实现 外循环用来控制行 每次输出一行 内循环用来控制每一行的五个信号 每次输出这一行当中的一个信 我们先用变量节 来控制内循环折形五次 输出五个信号 然后再用变量i控制外循环折形七次 也就是行数从1到7 当行数为1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连续输出五个信号 当行数为2时 还是希望再连续输出五个信号 一次类推到最后一行 所以我们把连续输出五个信号的这段 节循环嵌在ri循环当中 使得整个算法能够输出符合要求的图形 因为每行只需要五个信号 当循环节结束以后 我们希望换下一行再继续输出 所以在这里要加一个换行 这样我们用双重循环的结构 把一个长方形就拼出来了 下面老师来模拟一下 双重循环拼图形的折形过程 用列表的方式 跟踪循环变量i和节的变化 开始i等1从第一行开始 内循环节从1到5 所以在第一行 连续输出五个信号 当输出完五个信号以后 结为6 所以内循环结束 一行五个信号全部输出完成 然后换行 准备输出下一行 下一行i等于i加1 i为2 第二行开始 结又从1到5 所以在第二行 又连续输出五个信号 同样 当内循环结等于6的时候 内循环结束 这样第二行的五个信号 也就输出完成 然后再换行 i为3 第三行继续 这个过程 一直到第7行以后 i为7 结还是从1到5 连续输出五个信号 当第7行 当第7行 输出五个信号以后 然后 结还是为6的时候 内循环结束 换行 i等于i加1 i就为8 因此这个时候 外循环也就结束 从这个双重循环的 执行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外循环变量i 变化一次 内循环变量结 从1变到5 外循环变量i 进入下一次循环时 内循环变量结的值 要恢复到初始状态1 下面我们来编写程序 请同学们注意了 两个for语句是嵌套的关系 外循环for i next i 内循环是for j next j 所以要先写next j 后写next i 而且内循环要缩进哦 最后我们调试程序 输出运行结果 下面请同学们来练一练 用信号组成直角三角形 我们把这个直角三角形 与刚才画的长方形来对比一下 两则相同的是 都是用一个信号来拼成功的 两个图形的行数也一样 不同的是 直角三角形的每一行的信号个数是不一样的 而长方形每一行都是五个信号 可以用双重循环来实现 我们用A表示行 那么外循环A等于1 A小于等于7 A等于A加1 这样控制循环7次 设比为每一行的信号的个数 所以内循环B等于B等于B加1 关键这里是B的条件怎么设呢 我们来仔细观察下图形 第一行A等于1的时候 输出的是一个信号 第二行A等于2的时候 输出两个信号 第三行A等于3的时候 输出三个信号 从而我们得出 每一行的信号个数 每一行的信号个数 与所在的行的行号相同 所以我们可以设内循环的条件为 B小于等于A 下面编写程序 这里要注意 内循环是 4 B等于1 2 A 最后我们调试程序 查看结果 通过两个用符号来拼图形的算法的设计例子 大家一定体会到了 用符号来拼图形 通常可以用双重循环来实现 用外循环确定行数 内循环确定每一行 输出的符号的个数 以及 找到行数 和每行输出符号的个数之间的规律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通过三个例子 讨讨讨论了循环结构的运用 同学们一定知道了 找出符合循环特征的问题 合理选择循环结构 或循环结构的嵌套去实现它 是运用循环结构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哦 通过今天这期课的算法实力学习 相信同学们对如何利用循环结构来解决实际问题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课后还留了思考题 供同学们继续讨论 同学们到今天这期课为止 我们把算法的三种基本结构都学完了 希望同学们能对这三种基本结构 做好梳理和归纳 为后续学习算法的程序实现 打下扎实的基础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